有甚麼暗瘡問題 當然要請教註冊中醫師楊明霞博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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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Johnny Young 你好 你好 林博士 你好 你好 林博士 你好 好 我爆瘡爆了一整個月都未退 其實平時如果爆瘡的話 這個情況會遲續多久呢 其實暗瘡的爆發期 主要看個人個別皮膚質量 皮膚的新陳代謝和體質有關 一般來說一兩個星期內就會康復 但是如果處理不當的話 其實可以經年累月的 即以年計的 幾年都不好的 暗瘡不斷翻發 其實體質上來說 寒底的人都會容易生暗瘡 熱底的人的暗瘡 通常暗瘡的基底是比較紅色 鮮紅一點 寒底的人一般來說 暗瘡的籠經常都不起 想擠都擠不出 很淡色的 但它真的有暗瘡 另外除了飲食之外 是跟情緒壓力、生活習慣 過用護膚粉都有關係 什麼體質的人容易生暗瘡呢 如果臨床上 很大部分都是跟情緒壓力有關 就是人們經常不開心 緊張壓力 其實等於一個惡性循環 你越不開心的話 越容易生暗瘡 越生暗瘡又不開心 對, 不開心 所以情緒壓力很多 多見於乾氣、鬱結的人 另外一道就是脾胃濕熱的人 你知道香港的美食太多了 通常是辣煲、雞煲、煎炸油 利熱氣等等 其實都會令它脾胃濕熱 濕熱的人 通常是比較容易口苦 大便比較難去 甚至有時候乾門口會灼熱 如果生暗瘡的話 滿面都是油 另外就是暗瘡 經常有很多濃 這是脾胃濕熱型 另外肺熱型的人 通常除了暗瘡是紅色之外 人很容易感冒 一感冒的話 就容易喉嚨痛 這些是肺熱、刺繩的人 再來就是脾胃虛弱的人 脾胃虛弱的人 通常如果一生暗瘡的話 你可以聽到剛才所說 就是經常都不好 暗瘡連綿不斷 你生完又又生完又又 還是沒有濃 你想擠它都擠不出 這些就是脾胃虛弱的人 所導致 所以生暗瘡 除了跟熱有關之外 其實脾胃虛弱的人 都有關係 熱亦都有分虛熱和實熱 實火的人 通常容易脾氣暴躁些 虛火的人 通常手心腳心慌 而且人很容易口乾 兩種暗瘡都是前面不斷的 我自己生暗瘡 通常是生在面豬燈的位置 不過據我所知 其實是否生在不同的部位 就代表著身體不同的狀況 沒錯 其實很多時候 近DSE的時候 就是這裡最多生暗瘡 細問就是 女兒是否脾氣比較暴躁些 她說是呀 真的脾氣比較暴躁些 這些位置 是跟心火壓力有關的 就是額頭的位置 另外如果被生暗瘡的話 通常是肺炎 肺炎 肺炎 對… 上行來說是肺炎 肺炎 肺炎 另外一方面 就是如果在嘴唇邊 這些位置 通常是跟便秘有關 有些人如果長年累月 帶便秘結 或者不通的話 通常這些地方容易生暗瘡 或者如果是月經不調 有時容易痛經 或者是月經遲遲不來 這些位置容易生暗瘡 另外好像你們牙夜 OT得厲害的話 通常是邊邊位這裡最多 如果臉頰來說 我們說左肝右肺 肺炎或者肝火 通常如果是屈火比較多的人 左邊比較多生暗瘡 右邊就跟肺炎有關 當然這個只是一個參考 臨床上也要經過辯證論字 才可以確定到 那個人屬於什麼體質的暗瘡 通常來說 如果是跟內分泌有關的話 通常就會在下巴這些位置 或者有時候 如果那個人屬火 在這些位置 對, 瘡瘡瘡瘡 通常是在額頭為主 那怎麼樣? 喝什麼桂檸茶、涼茶 涼茶、清熱湯 可以嗎? 這個很多時候 香港人都會用到這些方法 雖然你可以射一下熱氣 對, 但剛才有說 熱氣有分實火還是虛火 如果是低水平的 即是射了一些熱 你會令到氣血更加弱一些 久而久之 皮膚的免疫力會更加差一些 你就會不斷長暗瘡 你這邊, 即是生完那邊又再起 所以其實歸根究底 都要強化體質才可以根治 其實如果說介口 不單是中醫說 現在有很多現代醫學的研究 都有指出 所有甜的東西 都會令到皮膚細胞處 一個慢性發炎的狀況 譬如甜品 那些 即是過食水果 其實都會有影響 因為果糖都會比較多一些 另外就是所有生冷的東西 低於室溫的東西 壽司、沙律、魚山 因為人始終是有一個行溫 那你如果是本身 如果吃太多那些生冷的東西 它會令到它產生一些 游離肌 會更加容易發炎 另外就是我們熟悉的 牛羊肉、鵝鴨 這些其實 異性蛋白會刺激皮膚的發炎 還有咖啡、奶茶、朱古力 是上火的 大家聽完可能很不開心 怎麼可以吃 很多東西都不吃 幸好我喜歡吃魚 焗魚醬 一聽到這些 大家都很不開心 就沒有東西吃了 但其實 當然 你生癌症不是太嚴重的人 吃都不會太影響 但你覺得很嚴重的人 其實真的要嫁一嫁 嫁一嫁 就可以令到病情比較輕 控制到病情 通常會建議 首兩三個月介一介 好很多之後 我通常會建議病人慢慢再吃 日常可以吃甚麼 就是瓜菜、魚和豬肉 都是比較好 蒸煮、燜燉的食物 多吃一點 少吃一點,煎炒、煮炸 好像每樣都會 吃一點熱氣 但有沒有湯水 是食療方面可以幫助 可以的 其實桌面上 有一個是實火的人可以飲用 有節瓜、綠豆、生意米和毛花果 可以用一些瘦肉 如果不喜歡瘦肉的話 可以用一些甘筍、熟米來代替 綠豆本身有清熱解毒的作用 而意米可以幫助清熱排農 剛才有說過有些暗瘡 特別多濃的話 就適合用意米和綠豆 節瓜本身可以健脾胃和去水種 另外毛花果可以有潤肺的作用 一個星期大概煮兩至三次 對於一些實火型的暗瘡是特別有用的 是否一定要生意米 要不要生熟混合在一起 或者直接熟 你的問題問得很好 生意米本身清熱排農的作用 但熟意米因為經過膨化了 意米的作用已經沒有了 所以儘量不要用熟意米 生意米 另外就是虛火的人 即手心腳心慶、煩躁等等 就會用到南瓜、海浴粥、百合 還有我們看到的小米 和白米、糙米 糙米和小米它本身可以養脾胃 南瓜它本身可以健脾胃之餘 它可以令到補中液氣 一般來說生暗瘡厲害的人 脾胃都比較弱一些 所以吃一些南瓜 可以幫助增強皮膚的免疫力 而海浴粥和百合就可以滋陰潤 好 明白 那兩個呢 那兩個就是 剛才你問到經期前要生粒粒 在這裏有一個領養 經期前通常會容易有經期前 綜合症PMS 即人們會煩躁、吞陣、發脾氣 也會大聲一點 可以用玫瑰花和末里花來焗水 因為是花 所以優夏成分比較容易揮發一些 一般是要用大概70度至80度的水 如果是水滾了之後 攤一攤15分鐘左右才焗它們 是最適合的 其實生暗瘡的話 我一般叫病人先不要塗東西 頭一個星期 我建議他們先什麼都不要塗 讓皮膚休息一下 因為既然濾熱地生了那麼多暗瘡 其實它已經塗了不少東西 令皮膚不斷刺激 有一個是脾氣 有一個是疲勞的狀況 當皮膚太疲勞的話 新陳代謝更弱 所以建議他先不要塗東西 用清水洗臉 到之後慢慢用簡單中藥的東西 可以幫助他預防 有什麼方法 暗瘡印、暗瘡 其實在臨床上 針灸的作用是很大的 針灸? 對,因為針灸對應穴位 穴位是對應臨巴系統 循環系統和免疫系統 可以令皮膚的免疫力提升消炎 另一個方面 它可以刺激膠原纖維和彈性纖維 緩制在凹凸凸凍 和平常的部位 另一方面 刺激血液循環 改善暗瘡印 他們可以這樣生出凸凸凸凍在位置的部分 對,會改善和平常的 楊醫師,詳細解釋 總之就是君行飲食 多點做運動 多點喝水 謝謝楊醫師 如果大家有什麼疑問 記得要問相關的專業人士意見